如果是你是一个 确定要住很久的人 那当然是你就是考虑你自己 你就不用考虑说 他未来看不看长 可是 你即使你自己不在意 可是如果你的下一代 譬如说你要继承到你的小孩 他可能会在意啊 对 所以说 嘎屁事 没有嘛 就是还是会希望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中立好等房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哇 今天有个重磅消息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从今天这一集开始呢 不是我剪的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磅消息 什么 就是 在录这一集之前 我终于成交第一户了 哦 恭喜发财 所以我不已经是 有冒的处女炮 哇塞 没有这个说法 有啊有啊 处女炮咧 感觉有点情色 对啊 但是这个 关于冒炮的故事 也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可以讲我真实的心情吗 不要好了 我们还是要留一个就是 神秘感 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客户 通常我们就是卖房子 我们只要保护那个 买方 在帽 在帽 保护他们的隐私 我跟你讲 在帽炮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真心真意的为你高兴啦 嗯 嗯 好 就这样 OK 好 大家应该很好奇 到底什么事情会 对 连这种事情都不能名讲 嗯嗯 知道有机会 哪有这机会 你不是说不行吗 嗯 可能过二十年吧 OK 好 那二十年之后 我希望Podcast还在 嗯 好哦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进行我们的看房买房相关就是比较是实物面的分享 哦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讲一些真正的干货咯 对 哦 对 可是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啦 因为其实呃 每个人的心中的完美的房子是不一样的 对 对那我先想问你哦 嗯 就是你第一个考量是什么 如果你要买一个房子 你说我要买一个自己的房子吗 对啊对啊 那我是一个人住吗 我很关切这个问题 哦 当然你 通常我在面对客人的时候 呃 几个人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嘿 对 那如果是一个人住的话 那当然就不用太大嘛 这个就是关系到大小的问题 是 对 那 但是 其实我在介绍的时候 我会 会比较 第一个问题我比较会先问的是 你要挑选在哪里 嗯嗯 对 因为我觉得地点是最重要 哦 所以就是 不会是问说 你到底有几个成员要住 而是说你要选择在什么地方购买 这样子吗 我第一个先问区域啊 嗯嗯 因为这个区域 它可能 比较多什么样的产品 会比较清楚 哦哦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海华商圈嘛 对 那它就是 以大楼 就是电梯大楼为主 对 都是社区为主 对就比较少透天 哦 对 那透天的话是要在我们 就是北方 那个东北方有一个叫中浮商圈 嗯 对就会比较多透天 哦 对 嗯嗯嗯嗯嗯 就是通常是比较老旧的地方 会比较呃 旧的市政 会比较多透天 这样听起来不就是 应该是要先从自己想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开始 然后再去选区域吗 对啊对 但是呃也是有可能就是在你那个区域 它还是有大楼 哦 也是有滑下 但就是多少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当然是希望 其实我并不会特别在乎就是交通的便捷与否 因为如果自己有开车 然后有停车位的话 嗯 那就是只要车子开能够到 我就觉得还好 那如果说真的有到外县市出差的需求的话 可能就是离交流到近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吧 嗯嗯嗯嗯 对那我通常都会先问客人是 要自助吗 还是要投资 所以你现在是要问我对不对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投资跟自助 如果是你要一直住下去 就是没有要考虑要脱手 嗯嗯 这样子的可能的话 那就像你说的就是可以是各个地方都可以 对 可是如果你要脱手的话 就是你就要考虑到它的地段 好不好脱手嘛 对就是它的增值空间 嗯嗯嗯嗯嗯嗯 那当然是有一天如果能够再换房的话 是更好不过 对对 所以呢就是 嗯 我觉得还是以市区的边缘为主吧 如果是我自己想的话 比方说像是中立商圈 我们现在住的是海华商圈这部分嘛 我觉得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其实是整个桃园的淡黄区 就是算是 已经淡黄了 应该是说最有钱的里 对啊就很像是中立的信义区吧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信义大安那种感觉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自己住在这边有十年了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生活技能各方面都很好 然后有搜狗嘛 对然后又去就是外线市里 交流到也不会很远 然后就是学区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 对而且最近还有一个那个A21 对对 然后又是在捷运沿线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就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房价非常的高 那如果说是我自己要买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偏平正那一边的 就是我觉得那边就是虽然说 可能没有像现在这边的海华商圈这么的方便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 想尝试Podcast广告吗 Soldown声浪推出了动态广告服务 运用独家技术打造全新媒体渠道 不必花大钱就能让广告被对的人听到 限时推出超优惠广告方案 现在就到Soldown声浪官方网站联系我们吧 可能没有像现在这边的海华商圈这么的方便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车 其实十分钟之内 我都觉得还蛮方便的啦 对然后又可以就是选一个 类似小巷那种地方闹钟取静 那如果说你问我是哪一个房型的话 我自己是比较想要是 有管理员哪一种大楼这样子 好那其实我觉得 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就可以大概抓到说 诶你喜欢的地段大概是怎么样 就是说那你会很在意吵闹与否吗 你是说就是会不会有车子的声音这样子吗 对啊 嗯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算是很吵吗 嗯其实说真的没有到很安静 对对 因为我们是离比较大条马路比较近 对对对 那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一定 就是面对马路就一定会很吵 因为其实也要看说那个马路 它是不是主要干道 对对对 那有些主要干道就会比较吵 对对对 但是有时候他们会退缩 就是譬如说 它会在大楼跟马路之间会有一个 就是树印啊 或者是一些种一些绿地 这样就会减少那个噪音 哦 对那我们家的话是比较面中体 嗯嗯嗯嗯 所以不是完全零马路 嗯嗯 那也是稍微好一点 对对 但就是其实深夜还是 就是车身蛮大的啊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习惯了倒还好 但如果真的能够安静一些的话 是更好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在买房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 呃要考虑的可能是两个层面 就是你可以想的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呃你可以改变的 跟你不能改变的 嗯嗯嗯嗯 譬如说不能改变的就是 譬如说是地段 嗯嗯嗯嗯 对地段这件事情就是 没办法改变嘛 或者是你周遭有没有闲物设施 嗯嗯嗯嗯 什么叫闲物设施呢 就是会让你觉得 不舒服的 譬如说殡葬 哦 对或者是 电塔 嗯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见仁见识 譬如说学校的话 有些人觉得是好 对啊 是很近学区嘛 对对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很吵 对 就是那个终身 还有小孩子的洗脑事 对对对 然后有些人觉得篮球场是 哦 很近很好 但是有些人很觉得很吵 对对对对 对然后也会有光害 对对对 对那 嗯或者是医院 有些人觉得进医院很好 可是有些人觉得会 偶遗偶遗很多 诶所以说这个也算是见仁见智 就是不是说 你认为是闲物 他就是闲物咯 对所以说一个好防重 应该是要主动告知 嗯有这些地方 然后搞不好有些人在 有些人不在意这样 对对对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对 然后有些人也会在意说市场啊 就是有些人觉得市场进很好 可是有些人怕脏乱 对啊 对 老鼠什么的 对啊对啊 然后有些人会很在意说店面 就是楼下的店面是不是有做吃的 对对对 对会有油烟或什么的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在很高楼层就没有差 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比较不能改变的 对 那你就是先去筛选说 你比较在意什么 对 然后再来是能改变的 能改变也比较就是说 譬如说你在里面的格局 哦 就是有一些比较是 隔的是那个轻隔间的 嗯 那你就可以去改变它 对 那你不喜欢这个隔间你可以去改变 可是你不能改变那种 有凉柱的部分 嗯嗯 对那或者是 呃就是譬如说漏水 其实漏水这个状况 其实是台湾很多 就是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很潮湿嘛 又是地震带啊 哦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漏水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很在意 但是其实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其实漏水是真的可以根治 真的吗 所以我们家那一点小小的地方 也是可以的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只要花钱就可以 OK 对 好 那我今天这一集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比较是外在条件啊 嗯 对 那如果我在挑房子的时候 如果我希望说我不会到时候在 抛售的时候会赔 嗯 那我第一个在意的可能就是 嗯 有没有重大交通的建设 嗯嗯 对那因为像桃园的话有一个计划就叫做 三星六线 嗯 你有听说吗 没有 对就是三星就是 中立车站 哦 为中心 然后第二个是 火车站吗 火车站 嗯 对 第二个是桃园火车站 嗯 对因为你知道他们要铁路地下化嘛 诶对